这种对比让我们会感觉到 中国它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 它与世界格格不入 整个世界都已经放开 人们都不戴口罩 为什么中国搞得像 就是特别不一般呢 这实际上就是习近平时代的 一个巨大的困境 也就是极权跟开放 它难以兼容 如果中国是北韩 不能看世界杯自然 老百姓也不知道 它就没有这种抱怨 但是中国毕竟经历了 40年的改革开放 是能够看世界杯 并且大家也有习惯 每4年去观看世界杯 自然它就会看到 世界怎么对待疫情 中共夸大疫情 它这个谎言就会破灭 人民在这种过程中 就会感觉到自己受到了愚弄 我们天天去做和尚排队 这是很荒唐的一件事 但是央视不转播也不行 因为中国有很多球迷 就包括习近平 他也喜欢看世界杯 再一个央视 他也需要广告收入 转播就必然让中国人看到 真实看到世界 所以习近平 现在他实际上陷入一种困境之中 他不想与世界脱钩 但是你不脱钩 就会危及到他的统治 所以他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这就叫进退两难